大家好 我这一颗大南瓜现在长得大概有80厘米高 这种高度的大南瓜 一般我们都会给它搭一个架子 开始给它攀爬 但是为了它长势更旺 这个时候先不要急着给它搭架子攀爬 也就是我们先给它垂下来 让它的这个根系扎到土里面 再给它做攀爬 大家看到没有 这颗大南瓜 底下的这一部分长了很多的这些白色的根 我们先把这一颗大南瓜慢慢的弯下来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折断 然后把它贴到地面上来 这样的话这些根系它就会扎到土壤里面去 甚至我们还可以给它覆盖一点土壤 通过这种方法 那么它的根系就会变得更加多 更加的强壮 吸收养分的能力会变得更加强 后续长势会更加的旺盛 所以说大家的大南瓜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先不要急着给它攀爬 先将它处理好这些根 这样的话不但可以让它长势旺盛 而且后期还可以提高它的长量 好了 这就是养大南瓜的一个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